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9号上午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资会议 台湾代表团审议 他指出 过去一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对台工作有违有效 稳中有进 当前 台海方向不确定不稳定性增多 但时 事 意始终在我们这一边 我们有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综合实力和必胜信心 要束劳底线思维 发扬斗争精神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 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 扎实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